現在當然應該就是賀錦麗了 因為剛才小五哥說 那個拜登這樣子迅雷不解惡 宣佈是不是擔心他的幕僚阻止他 我覺得應該不會 沒有辦法一路好走了 我相信他的幕僚也知道打不下去 而且他的幕僚可以立刻無縫接軌 轉給賀錦麗 所以我想對他們的工作來講 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但我覺得最主要的因素 關鍵的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金主沒有了 因為美國總統選舉真的很花錢 這個炮聲一響黃金萬兩 你看那個光是在各個州都要辦 這種大型的造勢活動 那有多少錢 而且你看川普他是坐私人的飛機 當然他有空巨一號 這錢可以省下來 但是還是很花錢 所以我想各種媒體各種的東西 所以真的當金主斷吹的話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你看剛才冠田長那個數字 對他一宣布退以後 那個數字的金額的比例跟前面差多少 對所以事實上來講的話 真的因為媒體上前幾天也有報導 有一些最重要的金主也直接放話 直接講你只要不退 對那些錢我就hold著 對我就是我就是不願意再砸了 因為他覺得我這錢就丟到水裡面 我今天投資你是為什麼 又不是做慈善公益 我是認為你有機會當選 那未來我才可以啊 這個順利成商收回來 收回我的應該有的利益 不管是政治的或經濟的嘛 那你現在就明明知道 所以當金主的比例是最靈敏的 那不要跟我講什麼感情啊 那都是假的嘛 那投資嘛 當我覺得你這張股票 穩跌不賺的時候 那就離開了嘛 所以那是很現實的 賀錦麗很大的麻煩 是第一個 他是人和不夠 OK 他在黨內啊 而且他的過去四年啊 跟拜登的關係感覺很疏遠 所以我覺得 這次拜登竟然退選之外 還公開說 我就知道指定這個賀錦麗 我覺得是蠻訝異的啊 那另外就是說 賀錦麗被質疑的地方在哪裡啊 是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叫做任德龍 他有一個事務所叫做歐華律師事務所 這個事務所啊 規模非常大 但他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好 現在跟中國的什麼東方航空 南方航空 還有中國的招商局集團 他們都有密切的 這個所謂的法律合作關係 甚至連騰訊都是他的客戶 那他在1988年就進軍香港了 然後呢 當時香港還沒回歸啊 然後2002年進入中國市場 所以他跟中國的官方的關係 特別是國營企業的關係 非常的緊密 那川普會不會攻擊 川普就是你看他這次的 共和黨大會裡面 他攻擊的就是中國嘛 那他的這個 他的副手叫范絲 對不對跟我同姓范絲 那他也可能成為 這都可以簽得上來 當然當然 我們現在要不斷的拉關係 飯事家族 這是中清會 對 以後人家用我姓范 我哪個范 范絲的范 是是是 所以那另外就是他這家這個 律師事務所呢 在香港的分公司啊 他的負責人叫楊大明 這個人呢在2013年加入了 中國政治協商會議 上海的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後來還成為常委 就不是一般的政協委 是常委 那這個就變成說 這個香港這個公司 跟中國官方更緊密 所以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賀吉利可能必須要面對的是 川普跟飯事 對他忠誠度的質疑 但是我是覺得啦 這個當然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特別現在中美關係那麼緊張 美國這個反中的情緒這麼高昂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之前拜登的兒子也被人家指說 跟中國做生意 結果也是沒有 如大家想像的嘛 拜登上來之後 中美的貿易戰 科技戰更加的激烈嘛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總統他 他對外交上的權力 只是五個系統之一啦 他不是全部啦 因為他還是受到什麼國會 國會的影響很大 第二個什麼國務院 國務院的官僚 還有就是什麼智庫 還有媒體 所以不可能總統 一個人就完全做決定了 OK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相信川普一定會針對賀錦麗 這些關係來鄭重的攻擊 他他今天已經講了 他說賀錦麗很好打 很好打嘛 對 那我認為可能還不只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 但是我覺得起碼讓民主黨暫時止血 對民主黨來講是一件好事 我撥補一下 方老師講的那個錢 我講個數字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到底為什麼這麼重要 二零二零年的總統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 華盛頓郵報引用一個機構的數字 整場選戰下來 兩個陣營花四千零四十三億台幣 四千多億台幣 對 一百多億美金 所以上次多少 一百多億 一百多億美金 那為什麼要賀錦麗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 除了錢 為什麼是錢這麼重要 因為當時拜登 他在募款的時候 他用的帳號 是跟賀錦麗同一個帳號 所以基本上如果到時候你是換人 不是賀錦麗 他那個政治線就會有相關的問題 我可不可以直接 我是捐給李柏毅 李柏毅換人 我可不可以捐給另外一個人 可是拜登加賀錦麗的帳號 他是可以直接轉給賀錦麗的 所以錢是這次很關鍵的 錢到現在只剩下三十億台幣 快沒見低了 OK 那你們讓我想到前幾天公布的 我們國內這次二零二四大選 那個總統大選各自陣營的一些 那是五億的四億的兩億嗎 好像是這樣